面對民進黨 其實民進黨面對問題 其實比國民黨還要大 因為柯P 沒有 他沒認識你 他哪有問題 柯媽媽一下子說 如果是蔡英文選 柯文哲可以考慮不選 柯文哲一下子又說 現在什麼都沒有要選什麼 所以其實柯文哲仍舊 就是一個民進黨 想要合作又不想合作 內部面對新潮流派系 又不想合作 最大的一個變數 當然 像我今天一大早 我在基層跑參加黨員的活動 他們也都認為 初選的機制 制度很重要 千萬不要再玩一個換柱的 上司那樣的狀況出現 但是現在是 所以他們不贊成兩階段嗎 沒有提到贊不贊成這些 有不同的形式 初選制度只要大家講定了 參與的人大家可以接受 黨內也可以接受 那就是遊戲規則 但是重點是 出現了這個人 基層擔心的是 能不能獲得明年的大選 這才是關鍵 看到民進黨過去三年 把這個國家 把這塊土地搞成 還能不能讓民進黨執政 擔心的是這一點 當然科幣的變數是非常多的 所以國民黨如何在民進黨 這麼差的執政之下 我們有機會提出一個 最強的候選人 這也是國民黨 身為最大在野黨 要對國家 要對基層民眾交代的地方 所以雖然制度很重要 但是他們又擔心說 這一局能不能拿得下來 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你知道你是贏比較重要 還是制度比較重要 兩個都必須要 兩個都很重要 兩個都必須要兼顧在裡頭 所以我覺得狀況是這樣 其實韓國瑜現在是 支持度非常高 柯P也是 但是面對現在還沒有談論到 國家整體的治理藍圖 能源的問題怎麼解決 兩岸問題怎麼解決 包括柯P說 以色列怎麼會有這麼好的 友台的國會小組 其實那就柯P可能 對於國家的治理的狀況 就不是那麼清楚 其實我們雖然邦交國 不是那麼多 但是其實在很多國家當中 我們長期都有很多工業 跟國防的互動在裡頭 帥將軍就一定非常清楚 其實這些都是長期 我們在外交體系上 經營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像柯P在很多議題上 在城市在講很多議題上 他或許可以討好有一些選民 但是在國家治理上 其實大家都還沒有丟出來 朱利倫還沒有丟出來 未來整體的狀況 會不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不得而知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的基本盤 候選人已經確定了 他們也開始在重整 他們派系之間 但是國民黨如何在遊戲制度 規則之下告訴大家 不管是一階段或二階段 告訴大家 如果我要二階段 我告訴你們要參與的話 未來有可能會有這個二階段 你們要進來玩這個遊戲 你就必須遵守這樣的一個制度 贏的人全力的往前衝 參與這個制度的人 即便你初選沒有過 你也必須全力的服選 這是基層黨員所要 大家要看到的是 國民黨是一個團結的政黨 而不是像早期那個樣子 想辦法2020贏回執政權 這才是最重要 不管這個制度是一階段 二階段 這都是恐怕是中央要去克服 而這個制度也必須是長長久久 他或許面對現在的狀況 他可以有一個新的討論的模式 但是這個制度必須是說服大家 國民黨不能永遠被人家笑說 一個換柱 現在又一個 一個因為韓國瑜的現象 又再去做調整 我覺得那個制度 必須是四平八 未來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必須在啟動之前 跟參與登記所有的人溝通清楚 能讓基層民眾了解 因為基層民眾要的是2020能夠拿回執政權 如果柯文哲選的話 你們如何要讓韓國瑜進場 而沒有兩階段 沒有換柱 沒有這些門檻 沒有主席要出手的 這種尷尬的場面 你告訴我 韓國瑜要怎麼出場 他都還沒有回答說 你應該先問說 如果柯文哲要選的話 韓國瑜是不是一定得要選 他都還沒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不用問 這個不用問 我曉得他的答案 你曉得他的答案 我當然曉得他 他答案是什麼 我不用講 柯P如果參選定的話 國民黨當然要提出一個 最好的候選人 最強的候選人出來 那就是韓國瑜嗎 目前檯面上當然是韓國瑜 平常心裡講 小雞大家都希望母雞是強的 若柯則韓 非柯則非韓 是這樣嗎 所以其實整個政局的變化 其實非常的快速 去年9月之前 大家也不知道 韓國瑜的旋風 會這麼快長起來 但是我覺得黨內的制度 其實充分的討論 還是非常重要 中常會前幾天決定說 這一次的總統初選民調 是30% 70% 最後會不會有一個 就是說你還是柯P的條款出來 你出現的人 要不要有一個超越柯P的 跟柯P稍微做一下比較 因為國民黨畢竟要拿的是 2020回來的執政權 除了對蔡英文 對柯P要不要做一個 一個比較式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都是黨內其實 要去做好充分討論的地方 所以國民黨出現的那個人 不需要一定要贏韓國瑜 但是他一定得贏柯P 所以是柯文哲條款 不是韓國瑜條款 我現在有補充一句 其實大老剛剛講我瞭解 就是說這個方法 其實是釜底抽薪的方法 也不要讓初選登記的人 有話講 可是大老我跟您報告 我的看法 這個時候韓國瑜 如果去登記的話 或許朱立倫跟王金平 可以反其向而行 真的去鼓勵他登記 他一旦去領表 他到6月底的時候 民調可能就不是最高了 韓國瑜如果這個時候去 國民黨現在並不是挺韓 國民黨現在是希望一個 可以擊敗所有檯面上 擬參選人的人 所以大老你這個講法是 所以你在投 柯P說的Way and See 看兩個三個月後的 民調變化嗎 不是這樣 你誤會了 Way and See就是走著瞧 我在看韓國瑜你要不要選 敵不動 我不動 那韓國瑜講說 We will see him 就我們會看他 所以你是看韓國瑜 要不要選非科非函 對 那他沒有 我們只是看著他 所以其實兩個人看來看去 剛剛我所講那個美女對看的眼神 如果說我就講 有的人喜歡被關注的人不喜歡 當這兩個美女 在乎對方比自己的關注度 更高的時候 眼神就邪惡了 但如果沒有 就像剛剛大老講 如果最後兩個人都沒參選 那個眼神就不會是那樣 因為我也沒有要選 你也沒有要選 OK 我們就可以見面了 所以在現在狀況未明 柯文哲可能選韓國瑜 也可能會被證照的情況之下 兩個人怎麼見面 一見面 馬上就邪惡眼神就爆出來了 所以兩個人會不會邪惡 就在於他們有沒有競爭關係 有競爭關係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 就精至他頂端 一山不容惡火 這不是白講嗎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白講 我結論就 大老你講那個方法 會讓韓國瑜民調往下掉 沒關係 那幹嘛 你就是摧毀韓國瑜 那他幹嘛去做一個 摧毀之解的事情 如果韓國瑜民調往下掉 那柯文哲就撿到 不是 那黨內初選 包括韓國瑜在內的結果 韓國瑜不是第一名 那個第一名了不起 現在要韓國瑜開口 他要去選 絕對開不了口 第一個他開不了口 第二個 在國民黨的角度來看 最好柯P參選 柯P不參選還麻煩 因為柯P的個性也是反复的 他不選到時候跟蔡英文 搭取什麼協議的話 那國民黨穩敗了 國民黨穩敗 因為他挖綠的票 也挖藍的票 還有中間白色的票 所以他不選 國民黨選起來 除非你拿韓國瑜出來 你不能 現在又拿不出來 這個選舉辦法 他沒有提名嘛 而且韓國瑜口袋裡 有沒有900萬 那還要到處去募 對不對 所以我講啊 韓國瑜為什麼要VVC 我們大家看 看這個局怎麼發展 如果國民黨選出來的最強 聲勢還拉不起來 那個時候韓國瑜可以 應全國人的要求我出來選 要不然他沒有正當 那問題大了 那不就是跟上次換來換去的 兩個不太一樣 不一樣 上次換柱 我們所有老國民黨員 都很討厭這件事情 但是所有的不分區的 分區的立委 他們關係到自己的 能不能當選上 母雞強不強 這才造成換柱成功 這些打算盤的 上一次換柱是這些立委們的議員 這些高層 這一次如果要換韓出來的話 那是選基層的 所以兩個角度他不一樣 兩個角度不一樣 有一點不一樣 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我想韓國瑜 我想叫他嘴巴裡說出來 我要選 絕對說不出來 各位朋友的那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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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科學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